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感谢啊 感谢每一次在上海参见 不管参见什么活动 一定过来了 一定打赏 一身白色西装挺拔帅气 许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的张艺兴 一上台就送上一段弹唱 来拉近距离 这一年张艺兴在极限挑战里的出彩表现 有目共睹 出演的电视剧好先生 老九门也取得了好口碑 但其实他最看重的身份还是歌手 有一段时间不见了 小绵羊一直在筹备新专辑 前不久才刚刚推出了新单曲 就一直在做过 很久了 这个专辑筹备有一年多了 这首轻松酷炫的单曲 从做次作曲到舞蹈编排 张艺兴都全程参与 花费不少心血 歌曲一经推出 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榜首 更打入不少国际榜单前列 成绩悲然 这样的好成绩 让张艺兴自己都惊呆了 挺牛的 如果不是买的话 如果真的是大家真的这么喜欢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骄傲的 为了发行个人专辑 张艺兴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睡觉时间 在完成其他工作的情况下 进行音乐创作 因此体力透支 过度疲劳的事情常常出现 在第二季极限挑战中 他也曾因为肠胃不适而晕倒 也曾在演出舞台上意外摔倒 拍摄老酒门时 还曾不慎从摩托车上摔落 腰伤复发 疼痛难忍 但是没过多久 他又再度反腐拍戏 带病上阵 在短短的一年多里 这位25岁的年轻人身上 发生了太多意外 也让观众有些心疼他的拼命 但他自己却显得十分乐观 坦然面对伤痛 别有句话说 什么人在江湖飘 不得不得挨刀嘛 就不挨刀 就比挨刀还是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 别太担心了 这个都有 然后有时候年轻人喜欢拼嘛 拼就拼成这样 情络在线 上海独家才能够到 再次打电话 再次打电话